纳宏书第一章,论尼尼威的末世,就是伊勒戈斯人纳宏所得的异象。 耶和华是寄邪誓报的神。 耶和华誓报大有愤怒,耶和华向他的敌人誓报,向他的仇敌怀怒。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,大有能力,必不以恶人为无罪。 耶和华成旋风和暴风而来,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 他斥则海,十海前了,使一切江河干涸。 巴山和家密的树林衰残,离巴嫩的花也衰残了。 大山因他震动,小山也都融化,大地在他面前焚烧,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 他发愤恨,谁能立得住呢? 他发烈怒,谁能荡得起呢? 他的烈怒如火倾倒,磐石因他倾下。 耶和华本未善,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,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 但他必以掌溢的洪水淹没尼尼威,黑暗必追赶仇敌。 尼尼威人啊,涉河谋攻击,耶和华呢? 他必将你们灭绝境界,灾难不再兴起。 你们像丛杂的荆棘,像喝醉了的人,又如枯干的碎街,全然吞灭。 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,图谋邪恶,设计攻击,耶和华。 耶和华如此说,尼尼威虽然势力充足,人数繁多,他经过的时候,还是必被剪出。 犹大呀,我虽然使你受苦,却不再使你受苦。 现在我必从你景象上折断他的恶,扭开他的绳索。 耶和华已经出令,指着你说,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,我必从你众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,我必因你笔漏,使你跪于坟墓。 看啊,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角登山,说,犹大呀,可以守你的圣洁,还你所许的愿吧。 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,他已剪除静静了,那红书,第二杖,尼尼威啊,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。 你要看守保障,谨防道路,使妖强壮,大大勉励。 耶和华转去雅各的荣华,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,因为史地空虚的,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,将他们的葡萄汁毁坏了。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,精兵都穿珠红衣服。 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,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,松树也大大震动起来了。 车辆在街上急行,在宽阔道奔来奔去,形状如火把,飞跑如闪电。 迷你威王招聚他的尊贵人,他们步行半跌,塑上城墙,预备宝杖。 河闸开放,宫殿充眉,王后蒙羞,被人掳去,宫女堆凶,哀鸣如歌。 此乃命定之事。 迷你威自古以来充满人民,如同聚水的池子,现在居民却都逃跑。 虽有人呼喊说,站住,站住,却无人回顾,你们抢掠金银吧。 因为所积蓄的无穷,华美的宝气无数。 迷你威现在空虚荒凉,人心融化,双膝相碰,腰都多有疼痛,脸都发黑。 狮子的住处和少壮狮子未养之处在哪里呢? 公狮就是老狮并小狮所行走,使驼们不受惊吓之地在哪里呢? 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,为母狮掐死活物,把撕碎的,掐死的,充满驼的洞穴。 大军之,耶和华说,看啊,我与你为敌,必将他的车辆焚烧成烟,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,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,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,那红书第三章,火灾。 这留人写得呈,充满谎诈和抢夺掳掠的事总不止息。 鞭声响亮,车轮轰轰,马匹踢跳,车辆奔腾,马兵举起发光的刀剑和闪烁的枪矛。 被杀得甚多,尸首树木也多,尸还无数,人扮在尸体之上。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,多有银行,惯行鞋术,借银行卖列国,用鞋术买多足。 大军之,耶和华说,看啊,我与你为敌,我必接起你的衣襟,蒙在你脸上,使列邦看见你的赤体,使列国官看你的丑陋。 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,抛在你身上,辱墨你,为众目所观。 凡看见你的,都必逃跑离开你,说,你你微荒凉。 有谁为你悲伤呢?我何处寻的安慰你的人呢?你其比人口众多的挪墙呢? 他坐落在众河之间,周围有水,海做他的壕沟,又做他的城墙。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,夫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。 但他被迁移,被掳去,他的婴孩在个街口上也被摔碎。 人为他的尊贵人至谦,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住。 你也必喝醉,必被埋藏,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力量。 你一切保障,必向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,若一摇汗,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 看啊,你地上的人民都是妇女,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,你的门栓被火焚烧。 你要打水预备受困,要兼顾你的保障,踹土活泥,修补烧砖炉。 在那里,火必吞灭你,刀必剪除你,吞灭你如同耻货。 任你家增人数多如耻货,多如蝗虫吧。 你增添商家,多过天上的兴,耻货吃尽而去。 你的首领多如蝗虫,你的军长旁扶成群的炸猛,天凉的时候,其落在篱笆上。 日头一出便都逃去,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 亚树王啊,你的牧人打短,你的贵族必住在尘土,你的人民散在山间,无人招聚他们。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,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 凡听你信息的,必都因此向你拍掌。 你所行的饿水,没有时常遭遇呢。 你所行的,必都因此行的,必都因此行的,必都因此行的。 凡听你信息的,必都因此行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